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妈是和爸爸去商量怎么筹钱给我买 我就觉得很后悔 所以最后我主动给爸爸妈妈说我不买了 那你有什么才艺呢 没有 你到高中会打扮了吗 高中的时候会羡慕别的女生穿得很好看 就会给妈妈提要求 冬天的时候那年流行那种长筒的靴子 我就给妈妈说我要买靴子 当时是星期二 妈妈就是摆完摊回来吃饭 她就答应我了 但是一直到了星期五她也没带我去买 我就开始发脾气 又发脾气 我在家里就不穿鞋子 然后我就光着脚到处走 妈妈说你怎么不穿鞋呀 小心摔到了 但是我就一句话给她怼回去 我说因为我没有鞋子穿呀 你又不给我买 我说你一天到晚只知道挣钱 也不关心我 我觉得你是掉进前沿里面了 妈妈穿过靴子没有 很少 因为妈妈摆摊 要一天站着 妈妈穿的鞋子 其实好多都是我和妹妹穿剩的 不穿的 而且妈妈穿的衣服 因为做生意嘛 所以肯定会占到脏东西 她都不会穿很好的衣服 靴子买了 靴子买了 多少钱 不贵好像就几十块钱 穿的舒服吗 舒服 好看吗 嗯 你觉得你女儿长得漂亮吗 漂亮 真想让她穿的浮红光光的 体体绵绵绵的 我穿什么都无所谓 其实后来 在我高三那一年 我回家 给妈妈说我要高考了 我觉得压力很大 你们能不能别做生意了 妈妈她真的为了我这一句话 她停掉了一年 没有出去摆摊 就在家里 每天给我送饭 然后当时我也有一个好朋友 她因为是单亲家庭 就是她和我一起吃饭 妈妈会送两份 有一次 我记得特别清楚 妈妈做了我喜欢吃的大肠 然后我那个同学就跟我说 她说你有妈妈真的好幸福 她没有啊 因为她是被单亲家庭爸爸抚养她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一直以来是我误会妈妈了 我以为对于她们来说 钱最重要 其实她们挣钱也是为了努力的 让我有更好的生活 她喜欢吃什么呀 除了大肠 青椒肉丝磨一烧鸭子 你吃得挺好的呀 对 那个时候同学都特别羡慕我 就一放学大家就去食堂抢饭 我就可以不慌不忙的 因为我知道妈妈 会把饭送到学校门口 有时候下午放学 几个好朋友就在一起 他们都会尝一下妈妈做的菜 他们就会说特别好吃 那个时候已经接受了 爸妈妈的职业了 就觉得我爸妈不仅做这个菜好吃 我爸妈妈做的春卷也特别好吃 会主动去告诉他们这些 不会觉得丢人了 那离她第一次摆摊 到现在多少年了 有六年 不容易啊 从学校门口进入到学校食堂 这么一段短短的距离 你花了六年 对 得到女儿的认可 你觉得值吗 值 刚开始跟她送饭的时候 我不敢进他们教室 都是在那个大门的门外 叫她自己出来提 后来妈妈的 她就跟我说 妈妈 你进来吧 我才敢进去 我怕伤害女儿进去 她自豪啊 进去的时候 进去的时候很好 她别人问她 谁给你送回来 我妈妈给我送回来 我是罗阳丹她妈 对 你那些同学不会觉得很奇怪啊 今天才知道是你妈妈 如果是关系很好的朋友 我会告诉她 是因为觉得怕你们嫌弃我 但是事实上 我的好朋友并没有因此嫌弃我 我觉得就是当初自己想的不对 就认为同学们知道之后 一定会在背后议论我 嫌弃我 本来以为旁人的眼光太世俗 其实是自己内心太世俗 对 你跟你妹妹关系好不好 和妹妹关系不好 咋了 因为我觉得 爸爸妈妈偏袒妹妹 如果和妹妹发生什么争执 他们会说 你跟大你要让着妹妹 家里的家务事 大部分也是我在做 我心里就会想 凭什么呀 你们把她带在身边那么多年 凭什么还是要我让着她 妹妹长得漂亮还是你漂亮 妹妹漂亮 甚至我会觉得 妈妈去走亲戚或者回外婆家 她会更愿意带着妹妹去 我觉得 就是因为我长得胖不好看 妈妈嫌弃我 其实现在觉得 不会有父母嫌弃自己的子女 只有像我这样不懂事 会嫌弃自己的妈妈 你妹妹比你小多少来着 小四岁 你更偏爱妹妹吗 也不是更偏爱妹妹 跟妹妹生活的时间要久一点 一直都是她在我们身边的 她妹妹刚刚上一年级 她度五年级了 上初中的时候 就可以跟我们在一起了 当时也没有想到孩子的感受 就除了打工的时候 是带着妹妹 不是带着她之外 在生活当中 无论是衣食住行 你对这两个女儿 都是一碗水端平的 也没有 那你到底偏爱谁一点 可能是偏爱小女儿一点 小一点的 总觉得她还小 她跟妹妹争什么都 都是说她是你妹妹啊 你要让着她 她更小啊 都是这样的 从来没有想过她的感受 现在关系好吗 和妹妹 现在和妹妹关系好 她因为现在上高二嘛 考好了我会给她发红包啊那些 你呀你哪来的钱 你不是你现在大学毕业了 没毕业但是我自己发传单 不管是12块钱还是20块钱一个小时 自己都会去做 然后写文章 在网上有投过稿 还写过高考经验帖 卖水果 做过特别多的兼职 挣了钱之后 也会给爸爸妈妈买东西 你第一次给妈妈买的礼物是什么 应该是洗面奶 妈妈的生日 哦 对 那洗面奶用完了没有现在 嗯 还没有了 买了多久了 买了有两三年了 过期了 女儿买的就是放着觉得 第一次买的礼物 要放入历史博物馆 也不是 总是想看到那个洗面奶去想起你 嗯 这个上了大学之后 母亲还在摆摊吗 在摆摊 都已经上大学了 二女儿也高中了 干嘛还要一风里来雨里去 因为我们的经济来言就靠没春节 妈妈做生意特别辛苦 晚上八点过 我在自习室 我就给妈妈打电话 结果妈妈告诉我 她还在外面摆摊 我说 妈妈 你现在不用这么辛苦了 我自己在学校里有助学金 我自己也可以挣钱 你不用那么拼了 她就说 她是给我以后准备嫁妆 想让我以后风风光光的嫁人 听到之后 眼泪就下来了 我觉得自己 学习的那种动力 又很足 因为我就是想让爸爸妈妈以后 可以过上好的生活 我经常给他们开玩笑 我说 等我以后毕业了 工作了 我就让你们 每天睡到自然醒 数钱数到手抽筋 想嫁了吗 想嫁了吗 你 没有 准备什么时候嫁 嗯 毕业之后 大几了现在 大三 还一年嘛 嗯 一年就嫁 我觉得 她是最适合我的那一个 因为 她知道我的妈妈是小商贩之后 一点也没有嫌弃 也没有觉得和我这样在一起 没有面子 我们现在 寒暑假 节假日都会回家 我们两个没有那种看电影啊 去哪里玩那种约会 我们周六周日 全是在摊位上 帮爸爸妈妈 每天无怨无悔的 所以我真的特别感谢她 我觉得她能对我爸爸妈妈这么好 是值得托付 男生不错啊 她在我们家里来很好的 跟我们一些土豆啊 扫地啊 什么家伙和她都争着干 抢着干 所有的辛酸往事 现在看过去 其实还都挺值得的 你很幸福 有一个爱你的男朋友 有一个一如既往 对你的母亲 妹妹 父亲 好 哦 这个故事挺好的 三位老师 少年穷不算穷 英雄莫问出身 就是真正牛的是我们自己 你比父母 这算什么本事啊 依靠自己扎扎实实的 迎来自己的人生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踏实了 踏实之后 人生就健康了 你们的关系呢 也就理顺了 一定会达到一个很完美的状态 谢谢 杨男您好 老师好 跟你说一个例子 就是我之前在看新闻的时候 这条新闻已经很多年了 但是我印象特别深刻 在2001年的时候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 山西的一个女孩 她八岁的时候就跟她母亲相依为命 后来到她高中的时候她母亲病重 她没办法背着母亲上学 而且到后来才知道 那个母亲不是她的亲生母亲 是她的养母 背着一个病重的全身瘫痪的母亲去上学 母亲不漂亮 母亲可能会造很多人的非议 但是她这样做了 电视台采访她的时候 她就很简单地说了一句 儿不嫌母丑 当所有人可能会觉得 这样的一个母亲 可能不能为我自己的脸上添光 但是当她背着母亲去上学以后 得到了社会上很多人的支持和捐助 同时他们的学校 也单独为他们安排了一个房间 所以有的时候 可能是我们自己狭隘了 可能是我们自己 把这个事情想得太偏激了 其实社会上有爱的人很多 如果当年你愿意站在 你卖春卷的母亲的摊位旁边陪着她 或者是她在招呼你的时候 你回应她 有可能别人就说 哦 原来她妈妈是卖春卷的 天哪 她那么厉害 她是我们班班长 她妈妈就凭着卖春卷 让她考上大学了 你就会成为别人家的孩子 那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 当然我很庆幸你能跨过这道坎 让你成为现在这样一个成熟的 而且这样一个勇于表达爱的这样一个人 我觉得很开心你在长大 而母亲也希望你对杨丹多一些理解 毕竟你离开了她那么多年 她缺乏自信 她所以需要一些外延的东西来包装自己 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的价值 她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力量支撑她 最后我想告诉两位就是 咱们不要为自己的任何的职业 所做的事情而感到自卑 只要是凭着自己的双手踏踏实实地去干 那就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情 谢谢你们来了 对于很多留守的这个儿童来说 他们的创伤不是说爸爸妈妈不在我身边 而是我不确定我在不在他们心里 所以这个对于女儿来说 当爸爸妈妈再次回到她的生活当中的时候 她需要验证 重新来验证 就11岁之前她的自我的一个解读就是 她们挣钱去了 她们刚爱妹妹她们不要我了 但是她从11岁开始 她需要很多的考验 一次一次地去刺激挑战 爸爸妈妈的底线来去验证 是不是我曾经的这个判断是对的 还是我一直希望的 我也是被爱的那个答案是对的 所以就会有了很多的矛盾冲突 不管是买鞋子还是骨针 还是春卷等等 它会有很多很多 所以真正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 妈妈她一直给予的一种持久 而平稳的一种爱的给予 她说不出来什么 她就默默地在坐着 像春雨一样默默地把冰给化开 从校门口走到了教室 但是用了六年的时间 这条路有多么的漫长和心酸 我想妈妈自己心里面是知道的 而这六年当中有多少的爱 是被孩子一点一点地从不理解 拒绝到感受到接受到最后的温暖 这个我想作为丹丹来说 也是会有特别特别巨大的收获 所以这个故事看起来平凡 但是给我们很多的家庭去提供了一个思考 我们的父母不是完美的 他们有很多的无奈 我们的孩子也不是完美的 所有的创伤都需要时间 需要耐心 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稳定而持久的爱 所以今天特别地感谢你们的二位 一个是要感谢妈妈的这种真的算是真爱 一个是要感谢女儿对于这份爱的一直的不放弃 对于自己的努力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 推动世界的手是一双摇篮的手 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是完完全全可以推动整个世界 一个母亲花了六年的时间 从校门口的小摊走入到她的食堂 虽然这是很短的一段距离 但是对于罗杨丹来说却是很大的一步 因为由此而她懂得了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感恩 而她的那些同学们最珍贵的一点 她不仅仅在于不用世俗的眼光去嘲笑她 嘲笑她的母亲 而在于当她知道了六年之后 门口的那个卖春卷的女人 居然是我们班长的母亲的时候 他们没有选择戳穿罗杨丹 说你太世俗 所以这帮孩子很好 当然最幸福的还有你的那个男朋友 一如既往地站在你的身边 所以有的时候的确是如此 是我们自己内心太世俗了 今时今日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 懂得感恩 都是因为周围的人感动了你 妈妈感动了你 妹妹感动了你 男朋友感动了你 还有那些同学们感动了你 所以说感动本身是可以传染的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虽然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也会传播 但真正能够让你顿悟 和让你感受到人间美好的 恰恰是大家对你的善意 你们的故事非常的真实 同时在播放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那些喜欢拼爹 或拼妈的那些人看上去之后 会觉得原来世界不是这个样子 当我非常勇敢地承认 我的母亲曾经贫穷 我的家庭曾经入不敷出的时候 他们会很骄傲地说 我是我们家庭的未来 好 谢谢你来 妈妈 一直以来 你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 小时候我不懂事 我把你对我的爱当作理所当然 我不断地向你索取 而你总是毫无怨言地给予我 是女儿做错了 请妈妈原谅我 以后我会努力地学习 毕业以后好好孝敬你 妈妈对不起 其实以前妈妈确实有些地方做得不好 希望你能原谅妈妈 有礼物是吧 把礼物放在礼物传送带上 这么大 对 来 请转动礼物传送带 来 妈妈拆 拆礼物 把剪刀给她吧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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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啥 婚纱 乔发 你干嘛送妈妈婚纱 我觉得妈妈为家庭付出了很多 把很多担子都扛在了自己身上 有一次无意间就爸爸和妈妈讲话 妈妈就跟爸爸抱怨说 当时跟你结婚的时候没有办酒席 跟别说有什么拍婚纱照啊 什么豪华的什么东西了 我觉得每个少女都有一个婚纱梦 我自己也有一个这样子的梦 我想让妈妈也少女一次 好看吗觉得 好看 咱换上试试 请 赶紧就换 赶紧 好 好 还让我们一起期待着一个 曾经在校门口探了六年春卷的母亲 穿上婚纱之后是怎样的美呢 掌声响起来 真美啊 小心啊好就站这儿 怎么样穿婚纱的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此时此刻穿着婚纱想跟你老公说点啥 老公我穿婚纱漂亮吗好看吗 女儿有什么祝福要送给妈妈的 妈妈我爱你们 西楚新年哪 妈妈也有点 mile 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最近 现在全最小tech HER 谢谢你 谢谢你 让我拥有寂寞去 接下来我 妈妈对不起 是女儿做错了 你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 我会努力地学习 好好孝敬你 请妈妈原谅我 这个节目呢 其实的确是有魔力 这样的故事来一个 后面就会来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因为感恩善良的确会传染 所以如果你也像他们一样 有类似的故事 或者有道歉的话想要诉说 幸福的话想要表达 都欢迎来到这儿 来分享你的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